作為教會領袖 是用一個溫和的方法去表達意見 會否鼓勵教友上街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不會,我們已經表達了 個人的你怎樣養去,我們就給了一個大方向 表達了一個大方向 我們都要守法的 既然這個《基本法》都說了 就是我們是2017年有直選的特首 我們那時候就希望真是落實舉行